我的天呐出大事了 挖机老板打电话说 有一辆车掉河里了 让我赶紧到现场用挖机给捞上来 哎呦我去妈 鞋都没换 哎呦我还睡着觉了 迷迷糊糊的 快快快抓紧时间过来开挖机 马总来电话了 直接就给我整蒙了 我说了到底啥情况吧 他说有一辆车掉冰窟窿里面 要用家常病往上捞 司机人咋样 司机没事吧 你赶紧往过走 别那么多废话 马总都急了 好的兄弟们 大家伙跟随我的视角 我们一块上现场看一看 用这个家常病在河里捞汽车 到底好不好捞 刚到停车找兄弟们 准备装挖机 也不知道准备装哪台机子 哦这台这台着的 马总把挖机都打着了 看这意思 把机子都给我热好了 哎呀这一大早给我赶的 哎呀板车都到了 现在马上装车 哎呀要么着急的 听马总说 立事发现场还有70公里左右 吃了吃了吃了我吃了 刚搁着板车在这都不知道等多长时间了 抓紧时间装车出发 为了赶时间我看直接就往上开吧 直接硬上 着急啊 那头打电话一直催 三四个电话一直催 也不知道现场是个啥情况 只要人没事就好 车呢都不重要 好了兄弟们 马机装好了 马上出发 好家伙 这啥地方啊 越走越偏啊 真是放屁 砸脚后跟喝凉水塞牙粪子 进了这个小路以后 钢戈的板车给驮住了 切切切 再往前吊一下试试看 吊 哎哎哎没戏哦 这个驱动轮直接悬在空中了吗 蹬不上劲啊 这个不行 不行 龙头还空转着呢 往后拉吧 往后拉吧 拉出去拿马机 把这块平一下不就完了吗 哎 这边驮得死死的 没戏没戏没戏 哎呀 真是越挤事恶多 好歹给扒拉扒拉 能过来就行啊 这不扒拉不行啊 你回头回 回的时候也回不去啊 服了服了啊 服了哟 刚把车装上 没走200米 这个地方又有个桥洞 把这车拉着挖机太高 过不去 只能卸下来 我给我开了 我看这挖机都够呛 挖机都悬呀 这个太窄了 这能过去吗 觉得吗 哎呀 高度都够呛了 你看 应该是刚刚能过去 量身定做的一样 这要是过不去 就摆了泥了 现在一边十来共鸣 刚刚好 哎呀我这边 到了到了到了 终于到了 离京9981奈 哎呦 够冷的这块 走了两个多小时了 哎呀 上上下下四五次 这边救援的板车也到位了 走走 那个石头拖住了 走走 拐不过来了 卸车卸车 这个地方板车开不进去 直接开着挖机往进开 我就说嘛 也没看见这车 估计还在河边啊 马上总要亲自操作 捞汽车呀 哎呦 兄弟们直接给人下马了 你看看 这直接一头扎河里边了吗 这 太可怜了 你这干嘛呀 你这是 是不是滑冰了 这是 把车开到冰面上了 哎呀 这情况这不好弄 最近这个天气刚上洞吗 你把车开上去干啥去呢 这个 你像这越野车一辆都是两三多重 你都 都咋想的呢 看来这人没事 人从天窗爬出来了 还好这个地方水浅 谁要生的就麻烦了 哎 这里边这个 全 哎 完了 这车 发动机也不知道当时灭没灭火 发动机灭火这车还行 没灭火就沸沸了 看来不是今天的事啊 驾驶里边就冻冰了 兄弟们 这个怎么往上弄 离岸边还有个八九米 挖机还在前前边 江长臂够是够着了 主要是怕伤这个车漆 这个漆面冰肯定滑 这个幸好这有个天窗 这可能刚往下一开就掉下去 我这闹着还喊得喊起来 可能也喊不见 哦 你看见了是吧 嗯 我看在这闹着走出 走出没个电 过来挖着电 我看了这闹着 再看看 哎 你喊他没听见 听不见 他在车里边估计听不见 哎呀胆子太大 这个越野车最起码两栋多重的吗 这个车八栋两栋多 两栋多重 这个冰才是个最厚也就十公分厚 兄弟们这个车捞上来收拾一下 还能不能开了 现在我们坐等挖机 挖机过来我们就开始救援 暂时呢就给他更新到这 随后我会持续更进 喜欢我的视频给我点个小赞 谢谢 感谢